老法师你说过 说佛首先要做到 效仰父母奉仕师长 做不到念佛 不能往生 可是我是一个残疾人 我没有能力效仰父母 而且我的姥姥每天 都为我服务 我感到很惭愧 应该怎么办 你好好的念佛 学经教 就是效仰父母 就是报答姥姥的恩德 你将来的时候 虽是残疾 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不是说残疾就没有前途了 那错误了 你视现这个像 能够堕花一切种事